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用民宿记第十九章一起来领修 那么这一章经文提到了一条重要的律法 什么律法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十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伦说 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一只没有残疾 未曾腹饿 纯红的母牛 牵到你这里来 交给祭司以利亚萨 他必牵到营外 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祭司以利亚萨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 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人要在他眼前 把这母牛焚烧 牛的皮 肉 血 粪 都要焚烧 祭司要把香薄木 牛西草 珠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可以进营 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也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 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会众 调做除污秽的水 这本是除罪的 收起母牛灰的人 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 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作为永远的定力 一到十节呢 那就是要找一头没有残疾 没有富恶 就是没有做过任何工作的 洪武流出来 做做什么呢 做刚刚经文 所做的这些过程 对现在的你和我而言 会觉得这段经文所记的东西 真是难以了解 而且呢 在整个过程里面 好像充满了迷信的味道 好像跟我们民间信仰反而更接近 好了 要了解这段经文 必须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 背景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正在旷野中行进的过程里面 所发生的事情和所定下的规条 摩西和百姓进入旷野 并不是进入一个真空里面 旷野也有当地的居民 也有当地的做法 也有当地的文化 所以在这种综合性的影响之下 上帝用一个当时很能够接受的做法 来表达出一个属灵的含义 对当时的人而言是非常容易了解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了解这段经文呢 那就是将刚刚所提的这一头 红母流做了刚刚所描述的处理之后 把它的灰收集起来是有目的的 就是为了下文所提 在日常生活之中 难免会碰到污秽或者不圣洁的处境之下 要用红母流的灰来处理的 这里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了 那就是上帝已经为了人的不洁净 早预备好了一个拯救的方法 哇 这个原则真是切合现在教会的生活 对吗 人会犯错 但是上帝已经为了犯错的我们 预备了一个拯救的途径 从现在的角度看 我们非常清楚 最终极的拯救的途径 当然不是红母流的灰 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这段经文 虽然有时间空间 时代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 但是背后 属灵的功课是一致的 好了 那下面从第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的最后呢 就提到了好几种场景 是人会因此而沾染不洁的 那我们就不一一读出来了 那沾染不洁之后怎么办呢 后面的经文就记载了 沾染不洁之后 要用红母流的灰加上火水 制作成一种洁净的容易 于是用这个红母流灰 所制作成的洁净的水 来洁净不同的人或者是物件 使得不洁净的人或物件 因此重新得到洁净 那么整个过程是很多细节的规定 我们不一一读出 我鼓励弟兄姐妹 好好自己阅读 在阅读的过程中 可能我们脑海中充满着问号 不过就好像一到十节一样 背后的原则 更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有几样事情 从这么繁复的预备 以及操作之中 学到几个功课了 第一 上帝看重百姓的圣洁 第二 百姓是有机会 变得不洁净的 在人间有好多可能性 都会使百姓离开了圣洁的处境 第三 上帝对不洁净的百姓 没有放弃 第四 上帝对不洁净的百姓 不但没有放弃 还预备了一些 使不洁净的百姓 重新洁净的途径 最后一点 那就是 当百姓了解了上帝的心意 一旦成为不洁净的时候 就赶快遵循上帝 使百姓再次得洁净的过程 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 于是 虽然人间有时候不能避免犯错 不过犯错之后 赶快走上上帝为人预备的赦免途径 好了 今天我们看 民宿记十九章 真的会有时空的背景差异 但是 当我们进入属灵的原则之后 其实这段经文 更是印证了上帝要使百姓 得救的 那个慈爱连离 愿主带领 我们今天在教会时代 已经找到最终极的 使人得洁净的途径 那就是领受耶稣基督赐下的救恩 于是 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从这一段经文 我多么乐意 听听大家生命经历的分享 欢迎你分享一下 在你人生过程之中 是哪一个关键点 让你领受了救恩 从认识自己 然后得到救恩 进入圣洁的过程 这样的一个分享 一定能彼此激励 欢迎你留言 愿神祝福你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